同学们好 我们继续学习特殊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售后租回交易 那就说 把资产卖出去了 然后又租回来了 售后租回 若企业说卖方兼成租人 签订一个卖的协议转让资产 把它转让给买方兼出租人 之后呢 从出租人那边租回来了 这是转让合同 后面再签一个租赁的合同 这是形成叫售后租回交易 那这个 企业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14号收入规定 评估呢 确定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 是否属于销售 并区别进行会计处理 收入部分谈到的销售 那一定是说 客户那边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意思就是客户能够主导这个商品的使用 并且给他带来几乎全部的利益 这个时刻属于真正的销售啊 那否则 不是这种情况就不算销售 那我们看 说在标的资产法定所有权 转移给出租人 并将资产租赁给成租人之前 那成租人啊 可能先会获得标的资产的法定所有权 说但是是否 具有标的资产的法定所有权本身 他并非会计处理的决定因素 我们还主要看什么 你看客户是不是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如果成租人在资产转移给出租人之前 已经取得对标的资产的控制 那你这边已经有了 成租人这边控制了 那该交易属于售后租回交易 我真的卖给他了 然后再租回来了 说然而如果成租人 未能在资产转移给出租人之前 取得对标的资产的控制 那么即便成租人在资产转移给出租人之前 先获得标的资产的法定所有权 那这个交易也不属于售后租回交易 所以你要谈售后 一定是这项资产已经在控制他 那对于这个前面谈到卖方间成租人 然后你签租赁合同回租 才属于售后租回交易 那我们看接下来 说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是否属于销售 销售就要求卖方间成租人 一定在把资产转让给买方间出租人之前 再控制 那才属于销售 说是属于销售的 那我们看卖方间成租人 买方间出租人怎么做 那应当按照 原资产账面价值中的 与租回获得的使用权有关的部分 计量售后租回所形成的使用权资产 并仅就转让至买方间出租人的权利 确认相关利得或损失 那你开始读这段文字的时候 会议 比较难 这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售后租回把资产又租回来了 但是在资产里面的权利 那有好几种 比如说一项资产 有这种使用权 那资产呢 还有所有权 处置权等 现在我们是说 把这项资产啊 你已经是签合同 销售给出租人 买方间出租人 然后我们租回来了 签租赁合同 租回来 租回来的权利只有什么呢 使用权 那这项资产 它的所有权 已经转给了出租人 处置权已经给了出租人 它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接下来就说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确认损意 仅就转让至买方 兼出租人的权利 比如我们这里面 所有权 处置权 这一部分 你是确认损意去 确认相关利益或损失 那对于 保留使用权这一块 你不要确认损意 那这一部分资产的 账面价值是多少 你相当于把原来 比如说要是固定资产 把它的价值给充了 按照使用权资产的 进行再反映 所以只是相当于 借记使用权 资产 代方代固定资产 体现账面价值 但是 转让出去的这些权利 那这部分会说到 一个对价工业 跟你转让部分 账面价值差 把它确认为相关的利益损失 说它是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会通过 书上的例子 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一定要明确 就是说售后租资 是销售 承租人之前 对这项资产控制了 之后呢 现在 形成售后租资交易 那属于销售 我们确认的损益 是把资产里面有的权利 转让给买方兼出租人了 这一部分确认损益 因为有一部分没转让 我还在使用权这一部分 那这个不确认 我们再看买方兼出租人 说根据其他适用的 企业会计准则 对资产购买进行会计处理 你买这项资产 买回来多少钱 按正常的做呗 可能形成你的固定资产 什么的 那可能形成融资租赁资产 就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了 并根据租赁准则 对资产出租进行会计处理 因为他是属于出租人 把这项资产又出租给成租人了 那下面我们看 售后足以交易 售后足以交易中的资产 转让是否属于销售 否不是 比如说在资产 转让给出租人之前 他没在控制 不属于销售 不属于销售呢 只能是说 那把这项资产做抵押 融资找人借钱 对这个成租人 不终止确认 所转让的资产 你不属于销售 不要终止 你这项资产是什么 那你这边 还是什么在那反映 而应当将收到的现金 因为你收到现金了 你是把它售后足回 卖给人家了 然后你说 那我再回来 那你相当于一个抵押 所以收到的现金作为金融负债 我们会计处理的时候 因为时间涉及长的话 那借银行存款 贷方常新付款 要确认金融负债 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进行会计处理 那就说你确认负债了 我们这个负债呢 以后要确认利息费吗 那以后要进行付款 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去做 这是卖方兼乘族人 我们再看买方兼出族人 不确认被转让资产 而应当将支付的现金 作为金融资产 所以这种情况 因为它是一个 相当于抵押的东西 这个时刻 不确认被转让资产 那就反映到 收到款项长期应收款 以后长期应收款 要确认利息收入 要反映长期应收款的收回 那这都是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的规定 进行的会计处理的 所以这是关于售后租回 那下面我们看提示 对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 属于销售的交易 你是销售 如果销售对价的供允价值 与资产的供允价值不同 或者出租人 未按市场价格收取资金 企业应当进行以下调整 也就是说你真正卖的 应该是资产供允价值和账面价值差 那假如说权力已经转让到出租人那边 你确认损 你不是说售价 有时候售价并不是资产的工具 所以我们要相应的把它调整成市场价 那一 销售对价低于市场价格的款项 比市场价格要低了 那这个作为预付租金进行会计处理 一方预付一方预收租金 你为什么低了 租金吧 预付的 那我们再看 销售对价高于市场价格的款项 那就额外中资了 我们现在把东西 本来市场价要三千六百万 我一下收到了四千万 那这四千万就融资 融资这一块当然 同样以后 你作为融入这一方 我们以后要确认利息费用 要支付这个每一期的付款顾 那对于收钱的这一方 融资部分 他要确认每一期的利息收入 然后反映每一期的收款顾 所以这是融资 你低了那一块 不是融资啊 租赁嘛 这跟收入那边 谈到的类似 说有一个预付租金的问题 收入准则里面谈过这个问题 那个里面谈到售后回购 原理都是一样的 这是售后租回 说同时 常租人按照公允价值调整 相关销售利得或损失 那你得调啊 一定是公允价值来算利得损失 而不见得是我们真正的那个销售价 跟什么账面价值差 形成利得损失 出租人按市场价格调整付金收入 最终体现的都应该是市场价格 那在进行上述调整时 如果企业应当按以下两者中 较易确定者呢进行 哪个容易确定 按照哪个去做 一个是销售对价的公允价值 与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差 你看哪个定 我卖的中有销售对价 然后资产有公允价值说差 这个容易确定 那你加这个来 第二个是合同付款额的限制 与按市场租金计算的付款额限制的差异 你合同付款额 它不见得拿着市场租金算 在一个市场租金计算的付款额限制 那是真正的体现一个公允 相当于这个资产的公允是那么多 所以你哪个容易取得 按照哪个算 它大致知道这个事情就行 那我们看吧 具体第一个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 不属于销售 不是销售的 如果属于融资 那这种情况 这是按照那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处理 那常诉人在租赁期开始日时 会借记银行存款 贷长期应付款 说你这个实际收到多少钱 按这个来进行反应 那当然大家知道 比如说你在租赁期开始收到是一百万 说告诉整个期间两年 两年之后你再给人一百万 行吗 那开玩笑呢 还得有利息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到一百万 两年之后一百 一十万 那你每一期要确认利息费用 确认利息费用时 当然用期出长期应付款的本金 然后你要算实际利率乘以实际利率 来算 借方借记利息费用 代方长期应付款 我们有时叫利息费用 你有时想财务费用就看情况 但是考试时你说写上利息费用 不管什么样的行业 一般考试不算错误 那有的一些企业就叫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比如金融业 那结算 那这个款项 到最后 我们付的款 一百一十万 那你借记长期应付款 代行存款 他这样一个处理的过程 然后对于出租人 出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时 那他会给人人人进融资吗 反映到长期应付款 借长期应付款 代方代计银行存款 同样呢 现在的反映长期应付款数 并不是未来真正收到 未来收到的多 要有利息收入 所以每一期 我们要确认利息收入 借方长期应付款 代利息收入 那你实际收到时呢 在借银行存款 代方代长期应付款 按这个来进行处理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利益十八 假公司 卖方兼成族人 你就是想成族人呗 以2400万元的价格向你公司 这是买方兼出租人 出售移动建筑物 以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 交易前呢 该建筑物的账面原值 是2400万 累计折旧是400万 与此同时 假公司举乙公司签订合同 取得该建筑物18年的使用权 那全部剩余使用的年限为40年 年租金是200万 于每年年末支付 租赁期满时 假公司将以100元购买该建筑物 那根据交易的条款和条件 假公司转让建筑物 说告诉 不满足收入中关于销售成立的条件 他不满足 不属于真正的销售 假设不考虑出使直接费用和各项税费的影响 该建筑物在销售当日的公允价值 是3600万 那我们看这种情况 说在租赁期开始 假公司这该交易的会计复理 我们现在 价格呢 是2400万 那你现在就应该这样 借银行存款 带长期金付款2400万 他不属于销售吗 融资 融资呢 收款这一方 也就是说你卖方啊 收到钱反映到长期金付款 那对于乙公司 他是相当于出租人那边 他付款了 反映到长期金付款 所以假公司是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金付款 2400万 那乙公司那边的借长期金收款 贷方贷银行存款 2400万 后续的 如果要进行计算 我们的提本往下算 你会算到说 每一期付多少钱 收多少钱 当然还包括有利息的成分 所以如果再往下进行处理的话 那对于假公司 还要确认利息费用 确认每一期 要付的款项 那你减少长期金付 对于乙公司 同样他后续的 我们还要去反映利息收入 每一期 最后长期金付款 收回的款项 大致知道这个事情 那毕竟呢 我们后面那个例子 也有一块呢 属于这种融资成分 跟他是一样的 那如果后面那个例子 融资成分的处理清楚了 那这块后续的处理 也就没有问题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 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 属于销售 那这个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十九 假公司卖方兼乘租人 以四千万元的价格 向乙公司买方兼出租人 出售移动建筑物 那以公司 以银行存款来支付 交易前 该建筑物的账面原值 是两千四百万 累计折旧是四百万 所以我们看建筑物的账面价值啊 是两千万 与此同时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取得该建筑物十八年的使用权 全部剩余使用年限为四十年 那这个使用权的年租金 一共是二百四十万 与每年年末支付 根据交易的条款和条件 假公司转让建筑物 符合收入准则中的 关于销售成立条件 属于销售 假设不考虑出使直接费用 和各项税费的影响 该建筑物在销售当日的 公允价值三千六百万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假公司啊 现在是以四千万的价格 卖给了乙 那乙市那边相当于是买方 那假是卖方 但是建筑物的公允价值 只有三千六百万 那多出这部分四百万 那四千万跟三千六百万 多出四百万 这是什么东西 这融资 少的是属于付付金 多的融资 所以融资 所以融资这一块 那对于假公司来说 收到的钱 四百万呢 实际上要反映到 长期应付款 那乙的那边 要反映到长期应付款 这属于融资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注意 就说 现在真正的属于销售 属于销售这种情况 资产里面 有的一些权利 已经就转给已了 比如说 这一栋建筑物的所有权 已经到出租人了 处置权 也应到出租人了 但是呢 因为是售后租回 我们把它又租回来了 租回资产的使用权 我们还在用着吗 使用权保留 因此就要做的工作 就是你建筑物的账面价值 现在是多少呢 两千万 两千万属于 使用权部分的账面价值 不要确认随意 因为这部分权利还在乎着 只是说把这一部分 原来建筑物是 以固定资产形式 存在的账面价值 转到使用权资产里面 但是 如果说转移部分的权利 比如说所有权处置权 这一部分会有供应价值 跟转移部分会有账面价值 这个差额是确认损益的 这就是我们准则前面所谈到的 什么样的确认损益 那因此我们要知道 你怎么去把 现在的建筑物账面价值 两千万 就两千四百万减四百万吗 说哪些价值 是与使用权资产相关 哪些价值 是与转让出去的权利相关 那你是要进行确定 我们继续往下看 说由于 该建筑物的销售对价 高于销售当日的供应价值 超过售价 刚刚看到了销售价格是 四千万 那由于呢 市场上的供应价值 是 三千六百万 所以高了一个四百万 这作为的乙公司 向甲公司提供的额外融资 进行会计处理 这是额外融资 那甲公司和乙公司 要按照供应价值 分别确认销售利得 足利收入去 我们后面再会看到这个问题 按照供应价值来确认 不是你的售价 那售价和市场价的差 如果说售价比市场价高 工资 少的话是相当于 欲收欲付的资金 甲乙公司 均确定 租资内含年利率 百分之四点五 这有一个 租资台利率告诉我们 然后18年付款额限制 现在告诉年的付款额是 240万 有年租金吗 不说我们是240万 18期按照4.5%来折现 那这一部分的金额数呢 是29183980 这是整个的限制 说其中 400万 那我们现在多收到了钱啊 因为你是4000万的售价 3600那部分是属于市场价 那这400万已经收到了 与额外融资相关 那他对应的 未折现的年付款额是 328948 这实际上是个什么概念 就说一共啊 18期年利率4.5% 我们现在的是属于 说这400万这个事 比如说 我们现在 一共的是400 然后第一年 第二年 到第18年 一共18期利率4.5% 相当于年的付款额是哪个数字呢 年付款额 328 948 这有一个 328 948 都一样 每年的 328 948 都是一样的 是这一部分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部分啊 额外中资 对于呢 卖的这一方 因为我们收钱了 借银行存款贷 长期付款 以后 还会涉及到呢 确认利息费用 要偿还 长期付款 那你每期偿还的 不就是这个数吗 328 948 这是 确认利息费用 偿还性付款 那同样对于 收 付钱的一方 形成长期收款 我们以后 每期要确认利息收入 然后每期反应的收款 比如说每期期末 收到328 948 那这指的是这一块 那我们再看整个限职部分 因为你融资这400 在这个点上 就是在第一期期初 我们已经收到它了 剩下的 29183980减去400万 这是属于25183980 这是与租赁相关 完全是租赁的了 它是相当于 体现一个什么 公允价值计算的事 都是租赁相关 那它对应的 未折现年的付款额 那这一部分是 2071052 反映到这个数 这是与租赁相关 因为把年的付款额算出来 以后才会涉及到 正常租赁核算 每一期付多少租金 收多少租金 我们看一下 怎么个计算 18年付款额限制 看到了 这是240万乘以 利率4.5% 记住18期的年纪限制系数 乘以这个 29183980 然后呢 你额外融资的年付款额 我们看看 它怎么形成的 一共每一期 1240万 那我们现在呢 整个的 18年付款额限制 29183980 那其中在开始这个点上 算限制这个点上 我们已经有了400万的融资 而总的价值是 29183980 用400万除以它 那这一部分不就相当于 融资这一部分 占你全部价值的百分比 那我们乘以240万 因为你每期的款项是240万 所以相当于每一期 与额外融资的 这个付款额 那就是328 948 你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另外一种 计算的方式也行 已经知道了 利率4.5% T数18期的年纪限制系数 我们知道了 它现在的限制 那你算算年金 也就是说每一期的付款额 这也会算的 我们用每期的付款额数 乘以年金不等限制吗 那你用现在的限制 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那就是每期付款额呀 所以额外融资的年付款额 就应该是328 948 那就这个数 那接下来就知道了 在240万里面 额外融资这一部分的年付款额 是328 948 那与租赁相关的年付款额呢 240万总数 减去328 948 那年的租赁相关的年付款额 就是2071052 这我们刚才说的 怎么形成 是这么形成的 在总付款额里面 要提稍稍复杂一点 一部分是额外融资的 年付款额 那得执行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来进行处理去的 融资以外的属于租赁 租赁这一块 按照租赁准则进行处理 就这几个数字 好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 在租赁期开始日 假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第一步 按该建筑物的原账面价值中 与租回获得的使用权 有关的部分 计量售后租回所形成 使用权资产 也就是说 我们使用权资产这一部分 有多少账面价值 使用权资产的这个入账 把这一部分账面价值的 相当于固定资产 给它冲掉 搬到使用权资产这来 那怎么算 该建筑物的原账面价值 我们乘以 租赁相关付款额限制 那除以该建筑物的供应价值 与租赁相关的 按照这个比例 确定使用权资产的 你想啊 租赁相关付款额限制 是使用权资产这一部分的供应 那我们除以 整个建筑物的供应 那当然 整个建筑物的供应数 肯定是高 因为毕竟建筑物供应价值里面 那资产的各种权利都在 使用权 所有权 处置权都在 我们相关租赁付款额限制里面 只是反映了 你是使用权资产的价值 是使用权资产的供应 你是收这么多钱吗 那整个建筑物的账面价值 是200万 按照使用权供应价值 占整个建筑物供应价值比例 就确定了 那建筑物里面 的账面价值 有多少与使用权资产相关 这个也不难理解 或者说 你用建筑物的账面价值除以 整个建筑物的供应价值 那是每一个供应价值 有多少账面价值 然后再乘以使用权资产的供应价值 那不就它的账面价值吗 使用权资产相关账面价值 所以最后 有这么多 13991100 这是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最终使用权资产就按照它入账 所以相当于把 建筑物账面价值 有一部分 有多少 13991100 搬到使用权资产里来 不要确认损益 而剩下那部分 转让的部分 那你转让部分价值 比如说转让什么 所有权 处置权 公允跟账面价 那就进入损益里去 这样的说法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步 计算与转让置 以公司的权力相关的利得 我们看出售该建筑物的全部利得 不是按照售价算 按市场 供允价值算 因为我们这个 供允价 跟售价 就市场价跟售价是 有融资成分 或者预付资金的成分 我们真正算利得 损失时呢 是你市场价 跟账面价值去比 那我们的建筑物的 供允价值3600万 账面价值是2000万 这是肯定属于利得 那如果说你这个建筑物 它的供允价值 假如说是1600万 账面价值2000万 就是损失 所以可能会出现利得 可能会出现损失 但是我们真正 你要确认这一部分 损失利得的 只限于转让权利的 就资产里面不说 我们有权利 转让部分确认 每转让部分 都是反映到 按账面价值 反映到使用权资产里去 所以我们看 与该建筑物使用权相关利得 建筑物这一部分 还不能确认的 那我们怎么算的呢 一共是1600万的利得 那我们使用权 它的供允价值啊 我们已经有过计算 那是25183980 说说限制是这么多 使用权 就说与租赁 未来收款额限制嘛 25183980 整个的供允价值是 是3600万啊 所以与它相关的利得 是11192880 那这个有了 与转让至已公司的权利 相关的利得 就前面说 要涉及到有所有权 涉及到处置权 有多少 一共的利得 是1600万 那我们 这个 使用权相关利得 就不确认部分 11192880 那当然 转让出去的权利的利得 4807120 这个是要进行确认的 你可以直接算 你说 既然 转让建筑使用权的利得 不认 因为这部分权利 还在我这边 使用权啊 那你又 转让至已公司权利 相关的别的权利 那我们怎么看呢 你这里面 说一共的利得 是1600万 整个的公允价值 建筑物的是3600万 每一个公允价值要确认你 那你再看 转让权利部分 它的公允是多少 总的公允是3600万 公允价值 使用权部分 使用权部分公允 25183980 那两者差 不就说转让出去的权利 比如说什么 也多次谈到 所有权 处置权 那就是他的公允了 一乘就行了 这一部分 4807120 是这么个事情 我们看第三步 账务处理 那第一个 与额外融资相关 卖方 兼乘住人 额外的这部分 400万 那应该是要执行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所以看收到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贷方长期应付款400万 那你开始这点上 反映的是他 我们第二 与租赁相关的账务处理 那接下来 400万扣掉 一共是呢 4000万嘛 所以400万扣掉了 已经反映了 剩下是 与租赁相关的 3600万 使用权资产 我们刚刚计算过 说他的账面价值 就整个资产账面价值里面 转让出去的 那我们要确认此意 没有转让出去的价值 反映到使用权资产里 是这个数 那我们接着再看 整个固定资产的价值充了 固定资产原价是2400万 这充掉 累计折旧 400万 全充掉 这没有什么难处 没问题 然后租资产 这一部分 我们要确认租资账 那租资产 付款额 与租资产相关的 每一期的付款额 是2071052 这前面我计算的 就是你整个 240万里面 与租资产付款额相关的是 2071052 那我们乘以187 就反映总数 那37278936 这是这个数 那我们知道 租资产 未确认融资费用 租资费债的限值数 是25183980 这我们前面也都看过 总数减去限值 那就是未确认融资费用 所以这也定了 租资费债 那接下来就是 你看资产账面价值 我们全都充掉了 与使用权 有关的账面价值 反映到使用权资产里去了 那转让出去的那一部分 在售价里面含着那一块 那最后 我们形成的资产处置损益 就把它算出来了 前面也算过这个数字 4807120 这是说与租资相关的账目处理 我们再把这看一下 这个设计售价 那一共是 4000万 建筑的供应价值3600 那使用权资产的供应价值 25183980 就它本身值这么多 那我们看 建筑的供应价值 跟使用权供应价值 那这个插入 是你转让部分的供应价值 两者之间的差 就刚才一直说 转让部分的权利 比如说所有权党 那它的供应价值是这么多 因为这一部分 的供应价值跟账面价值差呀 是要确认损益的 而使用权资产的一部分 是不签认的 那我们也说 售价跟建筑供应价值差 那是融资 所以融资金额 4000万减去3600 等于400万 我们看资产的账面 价值一共2000万 这2000万一块 那是与使用权资产有关 我们也算过账面价值呢 是1399110 他不要确认损益 因为没有转让 权利还是在你 卖方兼乘坐人这块 损益不确认 但这一块 转让部分的账面价值 6008900 我们也算过 所以最后售价 转让那一部分 供应价值跟账面价值差 那我们要确认损益 这就形成的损益 4087120吗 这么形成的 之后 使用权资产供应价值 一共是25183980 那他的每期的付款额 因为后面进行核算 是用到的 七处18期 年利率4.5%的年付款额 2071052 是这个数 那融资金额有400万 这都是开始的限制 那七处是18期 年利率4.5%的年付款额 我们前面也有过 328948 这是后面啊 融资部分 确认利息费用 或利息收入时 以及呢 后续 偿还应付款 或者是收回应收款时 会用到的数据 和其中 租赁付款额 那租赁相关的年付款额 乘以18 这是租赁付款啊 我们前面那里也有啊 不就说2071052乘以18 我们都看到过 未确认融资费用 也都算出来了 然后 37278936减去 属于租赁这一部分的 租赁负债的限值嘛 25183980 那等于 12094956 这是我们前面做分录的数据 也刚刚我们见到过 之后租赁期开始日后 假公司支付的年付款额 240万元中 那2071052 它是作为支付租赁付款额处理 所以每一期啊 这部分减少 那你应该是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边是反映应收 那如果是他要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 金融租赁单说了 那你这边呢 就是租赁负债 应付融资租赁款 说其余的 328948 它是作为额外的 有偿还额外融资的本金 支付相关利息 那我们看第一年 租赁负债 这一部分啊 借房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 要减少的 2071052 然后呢 有长期应付款 148948 以后再解释 利息费用 1313279 以后我们再看啊 然后说 贷租赁负债 未确认融资费用 贪销数是1133279 而银行存款 我们付的是240万 它是把整个的融资业务 和租赁业务都混在一起了 一会儿会说 你要一项一项做 不难 所以有时 可能就混在一起 就感觉很烦 这里 长期应付款 相关的利息 我们是怎么算的呢 那你长期应付款 第一期期出是400万 我们算利息时 当然400万 乘以4.5%吗 期出的本金呢 你开始得到那么多钱 就是400万乘以4.5% 那这个数18万 然后租赁负债 相关的利息费用 租赁费债这一部分 他期出的本金数呢 是25183980 都用期出本金 乘以利率4.5% 因为我们折现是用4.5%算的 所以这个利息费用 1133279 然后长期应付款减少额 我们本来的是 那应该是 每一期 融资那一部分 的年金数 328948 那你支付了 不就减少这么多吗 相当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数 其中利息部分 我们算了18万 本金部分减少 148948 所以这是长期应付款 减少数 那利息费用呢 我们也会看到了 那本来呢 你知道长期应付款怎么说 借房借记 长期应付款 328948 贷银行送款 328948 那这一部分利息 用期出的本金 乘以实际利率算的 借利息费用 18万 贷长期应付款18万 所以它就会形成 这样一个所法 那长期应付款 148948 它就这么形成的吧 然后你看利息费用 这里面呢 一个是18万的 这个数 另外还有这个数 1133 279 它完全都混在一起了 如果我们分着做的话 大家看 先说 融资这一块 我们用期出的 本金400万 长以4.5% 那借利息费用18万 贷长期应付款 18万 这是具体利息啊 好像就不难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因为每期每期都要偿还 列于18期 每期要偿还数 428948呀 你在借机 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送款 428948 这是融资这一部分 它的处理 也就是400万 4000万跟3600万的差 那400万的时候 然后你再考虑 租赁 租赁我们同样呢 要确认利息费用 要偿还 租赁负债 那它的利息费用 确认 用租赁部分的 真的一个偿还 那就借租赁负债 租赁负款 2071052 代银行送款 2071052 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前面的份路 我们考试的概率 稍微低一点 如果有 分着来 分着来不是很复杂 一个是按照 金融工具 设计和尽量准则的 做法做的 那一个是苏令准则 就这样处理就行 那我们看第二 综合考虑苏令期 占该建筑物 剩余使用年限的 比例等因素 乙公司将该建筑物的租赁 分类为经营租赁 他说算了 经营租赁 他也可以分类为融资租赁 但他根据他的特点 说分类为经营租赁 那我们看在租赁开始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 固定资产入账 因为他不用融资租赁 固定资产了 分类为经营的 那就是形成是 自己的固定资产了 借方固定资产 就按照公允价值反映 不要说支付全部款项 四千万都寄到固定资产中 毕竟还有四百万的属于中资 所以 长期应收款 那反映四百万 借固定资产建筑物三千六 长期应收款四百万 我们代银行存款 四千 那我们看租赁期开始日后 乙公司将年收款额 二百四十万中的 二零七一零零五二 说是作为租赁收款额 进行会计处理 那是与租赁相关的呗 进行租赁 那其余的三二八九四八 那也是额外融资呗 每期收那么多 说作为收回额外融资的 本金及取得相关利息进行处理 额外融资占的 我还是融资做 那这样借方借银行存款二百四十万 代方租赁收入 二零七一零零五二 这是按照经营租赁 我们就是每期租赁相等 这样的方式就行了 利息收入 这一部分还得 按照期出本金 乘以实际利率算 因为毕竟啊 融资这一块执行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那那边我们算的利息费用 十八万 这边就是 同样用期出的四百万 乘以百分之四两五 十八万利息收入 那长期租赁收款 怎么形成呢 我们看 说你借记银行存款 三二八九四八 代长期租赁收款 三二八九四八 因为每一期额外融资 这一部分会收到的款项 那你确认利息收入 借长期租赁收款 代利息收入十八万 那最终 我们就会看到 长期租赁收款是 一四八九四八 同样呢 我们可以分着来 那比如说 先说融资的 这是第一年 四百万乘以百分之四两五 我们借记长期租赁收款 代利息收入十八万 确认利息收入 用期出的本金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然后再反映 实际收到的款项 每一期都是三二八九四八 借银行存款 代方长期收款 三二八九四八 然后你再反映 租赁这一块 因为按照经营租赁处理了 每期收到多少钱 把它都确认为 当期的租赁收入 这样就会有 借银行存款 代方租赁收入 是2071052 这是它的处理过程 而这个题目的稍稍复杂一点 但如果这个题目里边的什么东西都清楚了 那你苏令前面的相关内容也都没有问题 包括呢 像长期营收应付核算也都没有问题了 本章小节 这一章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是苏令概述 苏令的识别 苏令识别的要求有一定期间 这个一般都没有问题 当然期间可能是属于使用量 要求有已识别资产 那这个已识别资产 指定或隐性指定 物理上可区分 如果是容量的话 要求全部 再有资产供应方 没有实质性替换权 如果有实质性替换权 也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这叫已识别资产 那我们苏令识别的时候 有一定期间有已识别资产 另外要求 就是说客户 对已识别资产能够控制 这是必须的 控制是说 必须给他带来几乎全部利益 并且这个利益是他主导 主导可能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主导 也可能是事先预定 定好了以后按照事先的指定去执行 比如说自己执行 或者指定别人按照这个做 再有呢 要不然就事先设计 设计的是完全是客户在设计的 以后呢 也是按照这个去运行 这个都可以 都会叫做客户对他进行控制 那就属于租赁 或者包含租赁 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 会判断 包含租赁说 有租赁成分还有服务成分 所以就包含租赁 那租赁的分拆与合并 我们有的一些情况下 合同里面涉及到的租赁不止一个 那要对他进行分拆 那分拆的时候呢 说是不是构成单项租赁 和我们在收入部分 和单项履业义务的区分 原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某一项资产 能够直接给企业带来利益 或者易于获得的其他资产 以及使用中获益 那就能区分 另外要求一定是和别的 没有依赖关联关系 那就是单项租赁 会涉及到分拆 也有的是合并 比如说涉及到的合同 前后相联系 整体上达到一个完整的商业效果 你要单独看部经济 整体上是合适的 那就属于要合并 租赁期 是指不可撤销的期间 那然后有续租的期间 你看题目怎么讲 如果说能够合理确定 行使续租选择权 续租期就包括在那 那如果说要有终止租赁的 那确实说能够合理确定 能够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那终止租赁后面的肯定不在内了 比如说我们一共十年 前五年不可撤销 后五年有时就可以终止租赁 但假如说合理确定 不会行使终止租赁 我们租赁期就十年 你要说合理确定 到第五年时就终止租赁 那就是五年 这个大家应该要清楚 租赁期什么时候开始 要是客户已经对资产实施控制了 那租赁期开始 从这时候就开始 这也要知道 这是租赁的概述 然后就是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涉及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 是把租赁付款额 把它折现 当然是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那租赁付款额包括的内容 有固定付款额 或者实质固定付款额 如果有激励的话 把激励不能扣了 那这是一块内容 有取决于指数比例的 可别付款额 那如果说取决于别的 在租赁付款额里不含 然后如果说有优惠购买条款 能够合理确定优惠购买 那这个优惠购买价 我算在内 如果真的要行使 终止租赁选择权 那终止租赁选择时 乘赁人要付钱 你就算在内 要不行使的话 不算 如果长族人对资产预支担保了 预期要支付的这一部分 那你就算在内 这是说 租赁付款和折线 形成它的一个处时计量 使用全资产的处时计量 当然我们前面谈到的 租赁付债处时计量计量 叫算在内 还要考虑 没有形成租赁付债的 比如说我们 租赁期 开始日付款 或者以前有预付租金 也都在内 都要算在内 以前有过预付的 算在内了 当然以前有 涉及到租赁基利的 我们也要把它给剔除 出示直接费用 要计入到 使用权资产的成本中 如果涉及到要复原的话 与我们资产存货 什么固定资产构建无关的 那我们这一部分 限制部分 要记住使用权资产里面 这些要清楚 这是它的处时计量 租赁付债的后续计量 就是要确认利息的费用 用期出的本金 然后去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然后后续计量里面 就是在支付的租金 这两个要清楚 怎么进行处理 那对于呢 折现算限值 数时计量的时候 算限值 要不然就是 租赁内产利率 要不然是 承租人的同勤银行贷款利率 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增量借款利率 的选择呢 就应该是啊 如果承租人 以这种相同或相似的资产 去抵押借款 按照多长时间 比如十年或多长时间 能够从银行的贷款 基本按照这个来考虑 但我们叫法 叫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要知道这件事情 使用权资产的后续计量 那这一部分就是 按固定资产准则什么提得救 然后呢 按照资产减值减值减值提减值 这个倒没什么特别复杂的 租赁变更的会计福利 如果说要是扩大租赁范围 并且扩大范围这一部分的价格 能够反映市场价 那它是一项单独租赁 那这是单独租赁范围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那就不能构成一项单独租赁 那就考虑这个变更的问题 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这是采用一种简化处理方式 不确认使用权资产租赁 按照支付的 有关的租金 采用直线法来反映 进入到有关的成本 或当期费用里面去 这是简化的 短期租赁呢 是要求12个月内 那低价值的价值低是个总和 大家知道这个概念 第三节是出租人会计处理 出租人是租赁分类 分成融资租赁经营租赁 就是看主要风险报酬转没转 转移的是融资租赁 没有转的属于经营租赁 那我们在判断的过程中 你要关注这么几个问题 比如说在租赁期满时 资产所有权转 那肯定就是风险报酬转了 那然后一个就是 如果是属于算限值 就是收款足够的多 租赁收款额的限值 应该是达到租赁赁公允价值90%或以上 那就是说收钱足够的多 在一个时间足够的长 我们能达到资产上个使用年限的75% 再有优惠购买 那这些都体现风险报酬转移 还有一个说这项资产非常特殊 那如果说收回现在这项资产 那可能只有这个乘租人在用 别人还用不了 那这也算风险报酬转移 之后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我们当然要知道苏联内亚利率了 要算苏联投资金额 那苏联投资金额是未来应该收到的 包括苏联收款额和卫贷担保预支 按什么样的利率 按市场利率 按这个苏联内亚利率折限 算的限制叫苏联投资金额 当然在苏联期开始日的时候 这个数呢会等于租赁资产供应 加值加速出持直接费 只是限于这个点 等到后续的再确定租赁 投资金额时 就是刚才说的 那你是未来应收款的限制 这样的概念 那对于呢 融资租赁 要确认租赁收款额 租赁收款额跟租赁付款额 有前四项都一样 那边付款这边收款 那不一样的 就是说关于担保余值 出租人的担保余值部分能收到的 你别管是成租人或者其他人 只要不是自己 那都得算在内 有这么一点差别 它进行折限 那这个呢 在出持计量的时候 我们要把原来的融资租赁资产重置确认 售价跟账面价值差 要激当期损益 我们要确认租赁投资金额 那这个要清楚 对于呢 融资租赁后续计量 那实际上 它是要确认离息收入 租赁收入 然后要反映的租赁的收款 它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快捷处理 经营租赁呢 一种简化的方式咯 我们要清楚 租金是按照直线法来确认各期的利息收入 就是按照直线法来 如果说有免租金 免租金的期间 照样是要确认租金收入的 这不要出现什么问题 涉及到有出使直接费用 我们要把它记入到标记资产成本中 这个概念呢 也要掌握 特殊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那这一部分啊 按照我们大纲要求呢 是属于熟悉的 其中对转租赁 你要清楚 转租赁这件事情 原来的成租人变成转租赁的出租人 所以他在转租赁时处理时要考虑 转租赁要分类为融资租赁的话 那这个分类呢 一定是说 租赁期占你使用权资产 还剩多长时间去进行判断去 不是说原来的租赁赁的 还有多长使用寿命的问题 不要去管那个 那如果说是融资租赁的话 应该是把使用权资产给终止确认 那我们作为转租赁的出租人 确认的租赁投资金额 跟使用权资产之间的差距当其损益 后续的要确认租赁收入 以及租赁收款额的收回 同时还要对原来的出租人 你这边成租人 确认利息费用 还有支付租赁付款额 那这个要清楚 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的中资租赁 我们要掌握对于收入 它是按照这项资产的供允价值 和租赁收款额按市场利率折现的限值 较低者来确认收入 这个概念要清楚 截砖引入商品成本 那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要扣除未担保余值的限值 去截转成本 那重点把这两个概念要掌握好 售后租回交易 要判断属不属于销售 也就是说我们承租人资产 你看在转给卖给出租人之前 控制没控制 要是控制的 那这种情况算销售 没有控制这种情况不算 不算的话呢 是按照融资 那这种来进行对待 那这我们要知道 所以执行的是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 那如果说属于销售的 我们真正要确认有关利得损失 是资产供允价值跟账面价值场 如果说收到的钱 比资产供允价值多 多这部分算融资 完全按照那个去做 少的是租赁 那我们说什么例子都没有 大家也不用去管它 那租赁这一部分 有关利得损失在进行确认时 只是我们把资产有的权利 转给买方兼出租人那部分 才确认相关的利得和损失 没转的将使用权就没转 所以使用权资产入账时 是按照没有转的这一部分的账面价值 与原资产账面价值反映 那你转出那一部分 比如说所有权处置权 这一部分的供应价值 跟账面价值差 是确认随意的 大致知道这个事情 也就可以了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